非常感謝大家出席今天民進黨第20屆 第二次的黨代表大會 在關鍵時刻大家團結一致相挺台灣 明年總統以及立法委員的大選 不僅僅攸關台灣未來的前途 民主的延續 也勢必會左右印太區域的和平跟穩定 因此今年的黨代表大會 我們回到民建黨創黨的所在 園山大飯店來舉辦 我將在這一個身具歷史意義的民主場子 率領民主大聯盟跨黨派 跨世代跨領域的優秀立委候選人一起試試 一方面感念創黨前輩 在專制獨裁黑暗的年代爭取民主的勇氣 一方面也展現我們這一代人 面對未來的威脅 我們將秉持民進黨創黨的精神 團結一致守護台灣的主權 也維護民進黨民主的價值 展現我們的決心 過去成功 現在也絕對不能夠失敗 民進黨是台灣這塊土地上 土生土長的政黨 為台灣的生存發展 也為台灣人民的福祉而存在 在不同的民主階段使命都不同 但不變的初衷是我們始終永遠站在民主自由這一邊 始終站在多元價值社會公益這一邊 始終站在台灣人民這一邊 我們也要深刻體會民主民主 就是人民當家做主 人民有權力表達對執政的期待 表達對執政的不滿 這是我們創黨的信仰 也是我們傳承的理念 因此 我們必須正面看待 任何對政府的批評 我們也必須透過各種的批評去檢視 我們的執政是否貼近民意 不管支持者反對者都是國家的主人 我們都應該列為我們凝聚的對象 今天在凱道上有一個集會 這是民主的常態 我們必須傾聽他們的聲音 不以人廢言 也不因為他們人數的多寡 我們聽到了建設性的批評 我們必須採納 並且作為未來改變的動力 如果我們聽到的批評跟事實有落差 我們也必須要清楚說明 好好溝通 交給國家主人來做決定 我一直深信 唯有更開放的民主治理 才有可能成就更壯大的民主共同體 以及一個更偉大的國家 今天是我第一次主持全代會 我內心有三個滿滿的感謝 第一個 我要感謝全黨同志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面對一連串的事情 大家用團結的意志支持改革 我們沒有要求大局為重 因為最大的局就是人民的利益 社會的進步 還有國家的未來 我們也沒有因為選舉而積極會議 而迴避任何的議題 反而果決改革 不管是學輪的問題 黑金的問題 或者是性平的問題 我們都改革 我們都改革黨內的規定 建權黨內的機制之外 我們也推動修法 將改革 將改革的效益 推廣到整個社會 這個就是民進黨在臺灣的使命 也是我們應該要執行的事情 我們一定要莫忘 名譽絕對高於黨義 這是創黨前輩的指引 也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更是民進黨對臺灣社會 永遠不變的承諾 第二 我要衷心感謝 臺灣人民的託付 讓民進黨重返執政 給予我們改變臺灣的機會 2016年以來 身為執政的議員 我深刻感受到 蔡英文總統率領的團隊 都在跟時間賽跑 由剛剛陳建仁院長的誌實當中 我們也清楚地看得出來 我們的確面對了許多挑戰 我們也克服了許多困難 也累積了許許多多的成果 我們沒有辜負人民的託付 各位黨內的同志 我們是不是用最大的掌聲 來感謝蔡英文總統 感謝陳建仁院長 蘇貞昌院長 還有林全院長 所有團隊的努力 第三 我要再次感謝全黨同志 支持我代表本黨參選下一任的總統 這是我生平無上的光榮 我也深知我責任之重大 我一定竭盡所能 完成使命 不辜負大家的期待 而在未來我也將在 蔡英文總統所打下的基礎之上 用人為才 秉持民進黨青年勤政愛相符的精神 既傳承又創新 開創台灣新的未來 近年來 除了國內各項社會問題 持續產生衝擊之外 國際的情勢變化也非常非常大 包括民主和集權陣營對立 越趨越明顯 我們也看到了全球產業鏈的重組 板塊的變化也非常的劇烈 另外靜靈轉型 以及數位轉型 來得又快又急 在這種狀況之下 台灣面臨的挑戰一定是越來越多 但是我深信 只要我們團結一致 善用台灣本身的優勢 我們絕對有能力 把危機化為轉機 大家說對不對 我在此承諾 我將把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推廣到社會 我會在各領域 尋找優秀的人才 來推動國家希望工程 將台灣打造為民主和平的台灣 創新繁榮的台灣 以及公益永續的台灣 讓台灣成為世界上令人驕傲的民主故事 首先 民主和平的台灣 台灣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未來我會持續以中華民國台灣 團結台灣社會 面對區域霸權的擴張 我們將持續以四個堅持 捍衛民主憲政體制 維持現狀 並透過四大支柱 向世界展現台灣追求民主 追求和平的決心 我們會積極增進國防能力 如此有幫助 我們都願意跟中國進行交流跟合作 促進兩岸的和平發展 第二 創新繁榮的台灣 面對全面智慧化時代的來臨 我們將推動以創新驅動成長的經濟願景 運用國家的力量 全面推廣數位轉型 投資下世代的科技創新 促進台灣經濟升級 在邁向2050靜靈轉型的過程當中 能夠帶動綠色成長的新動能 其次 我們要延伸台灣資通訊 及半導體產業的優勢 支持更多隱形的冠軍 成為護國群山 強化台灣在全球產業供應鏈的地位 同時也要推動地方創生 支持在地產業 發展社會企業 落實包容性的成長 讓人人共享經濟的果實 大家說好不好 大家說好不好 第三 公益永續的台灣 我出身貧困的家庭 深深體驗到 國家的希望是來自於 人人有希望 沒有一個人該被放棄 一個越公平的社會 越有助於社會的發展 因此我將投資未來的世代 要到零到二十二歲 都有足夠的社會支持 讓不同社親家庭背景的孩子 都能夠擁有追求夢想的機會 就在最近 在這樣的理念之下 感謝蔡英文總統的支持 感謝陳建仁院長的支持 我與執政團隊一起努力 提出了縮小公私立大學學雜會差距 以及挺青年居住三政策 未來我更要擴大 政府對社會的投資 進一步推動 零到六歲 國家一起養2.0 長照服務3.0 強化社會的支持 並確保勞動權益 性別權益 族權權益 健康權益等等 都能夠獲得充分的保障 落實多元貧權的價值 以及要堅定的打擊 黑 金 槍 毒 炸 以建立和諧安定的公益社會 國家希望工程 是我們的願景和理想 也是我們為下一個階段 共同剝化的治國藍圖 我也將透過各種形式 逐一公布所有的政策主張 各位國人朋友 各位黨內同志 台灣又再一次的走到 民主跟專制的十字路口 我們都共同經歷過 專制的痛苦 也享受到民主的幸福 我們千萬不能夠因為 對極權主義的擴張 加大文工武嚇的力量 我們便屈服走回頭路 我們要勇敢的往前看 繼續走好不好 大家好 在民主的道路上 持續壯大台灣 我有方向 有執行力 也有堅定的意志 請給我機會 請給我機會 扛起下一個階段的執政責任 我會以和平為燈塔 用民主當紫蘭針 在複雜的地緣政治中 趁風破浪 帶領台灣穩健前進 台灣要繼續前進 也需要國會過半的力量來支持 敬請各位 拜託大家 也領力支持民主大聯盟的候選人 大家說好不好 好不好 好 套用棒球術語來說 上一階段的比賽 蔡英文總統是最強的主戰投手 我們給一個熱烈的掌聲 現在我已經在牛棚做好熱烈的生意 也已經站上投手球準備投球 給我一點鼓勵 每一個投球勢必 也是一次的拼搏 我會穩穩的投出每一個球 確保球賽的勝利 大家說好不好 好 而每一位民主大聯盟的候選人 懷抱理想 都是強棒 他們每一次的揮棒 也都代表了一次希望 請全力求勝 也請各位同志 我們一起努力 把他們送進國會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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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總統高票當選 國會過半 一起守護台灣 好不好 好 好不好 好 大家有信心嗎 好 有信心嗎 好 我們都是聽台灣 挺台灣 我們有信心帶領台灣人民打世界盃 迎向新未來 為台灣贏得勝利 成為民主世界的MVP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賴清德 賴清德 道財 賴清德 賴清甸 道財 賴清甸 道財 賴清甸 道財 謝謝